Summer Go Show, Summer Go 最近有一位网民为了给自己一个70岁妈妈的惊喜 于是带了她去林志玲拍街拍的地方 穿同一套衣服,摆同一个姿势 搞到智玲姐姐都说很漂亮,赞这位婆婆很有气质 不过想想,其实会不会是她本人扮的呢? 她最近在玩特技化妆吧 人美声甜的林志玲在大银幕上往往都是饰演大美人的角色 不过这日她在北京出席活动 就说今次和郭富城合作的新戏会作出重大突破 到时候我应该会发出一个活动 看看你们有没有发现我演什么角色 现在还在保密阶段 对,因为现场连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 连我的助理都认不出我了 造型非常异的 意象不到吧 跟以往颠覆很大 非常颠覆,我就先保密好了 因为她用特效化妆 所以有点像郭富城先生一样 然后我们大概三天休息一下 因为那肌肤都很容易过敏的 就整个覆盖住了 讲到演戏,张靓榮都很想勇闯影坛 不过就说暂时没有足够的信心 唯有先在音乐上接受新挑战 因为最近都是影视的音乐嘛 我觉得就是不同的风格的尝试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的英文专辑的部分 因为其实也准备了蛮长的时间之前 因为一些身体的状况就一拖再拖 反正也是做了很多的准备嘛 终于感觉自己要往前走了 把这几部影视的音乐发完了之后 我就要开始做那边的事情 其实张靓榮最近因为在录音室坐得多 搞到腰椎盘突出 令歌迷都非常担心 不过见他这天穿着高跟鞋 精神逆逆地出席活动 相信已经没什么大碍了 如果要在粤剧界里面选一个特首 汪明泉一定就是这位 我是这样子的